养松鼠平时都需要准备哪些吃的 哈喽大家好 经常看到有朋友私信问我 养松鼠都需要准备哪些吃的 因为我现在不能直播了 所以特地拍一个松鼠日常所需要的食物 这些呢就是游戏和娘娘每天吃的粮食 这里有三种松子 这个是马尾松 花山松 红松 还有一个大松塔 还有两个马尾松塔 两个核桃和四个八蛋木 然后是四种不同规格的榛子 这个是小的 然后是个算B级 这四个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得不一样 还有管购的瓜子 和从老家拿来自己烤的苹果干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大松塔可以不用每天都给 其他的这些基本上就是每天都有 然后按着从小到大的顺序 给他们挨个放进屎盆 这种其实是属于懒人做法 如果不忙的话 还是建议把一些东西拿出来守卫 像榛子啊 八蛋木啊这些 增加和叔叔的互动 关系更亲密 同时还可以锻炼一些简单的口令 对了 松鼠吃的东西一定要保证多样性 不可以单一 我这些其实也不是所有的 有时候也会给他们加餐 比如之前发过的那个象子虫 还有印记的蔬果啊什么的 墨鱼骨也不是每天都放 等吃完了再放新的就好 这些大概就是游戏和娘娘每天的粮食了 松鼠有在窝里藏食物的习惯 如果藏的太多 最好帮忙给他们拿出来 不然可能会造成不吃只藏的情况 像秋冬不盖 日常驱虫肠胃调理这种 一两句讲不完的问题 我们有机会再换号直播说 嗯 以上就是这个主题的全部了 要不是回了北京隔离期还没过 我可没空剪这种视频 哈哈